迎接中国农历新年这洛杉矶爱乐 延续2015年不朽的贝多芬系列演出之后 1月29号将要请来知名的钢琴大师布朗夫曼 在迪士尼音乐厅精彩呈现 贝多芬与马勒两大知名音乐家的经典作品 欢迎华人民众一起来享受震撼人心的音乐 仅靠四个节拍就能风靡全球 200多年来全世界只有乐圣贝多芬 他办到了 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专业名声享誉全球的洛杉矶爱乐 不只在横跨2015年到2016年的冬季演奏会 特别打出不朽的贝多芬口号 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迪士尼音乐厅内 透过世界一流的音响设备 精彩演奏出多首快至人口的名曲外 也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古典音乐所带来的无比震撼 那就是音乐就是在你眼前 使你荣位其中的音乐 那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我有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说 那就比如说在立体声刚刚出来的时候 你在对比立体声和单声道的区别 这个区别是很大的 像我们乐团的这种震撼的声音和现场的这种感受 只有你真的身临其境你才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是把你包容在音乐当中的 就是感觉从地到顶全都是在震撼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只有现场才能感受得到 而延续过去邀请到王宇佳 李云迪等民生享誉全球的钢琴家 一起合作演出所打造出的好口碑 洛杉矶爱乐还准备在1月29日的演奏会上 专程邀请到曾相继获得葛莱美奖 北美最高荣誉费雪奖 并且获得钢琴上的雷龙美誉 当代最权威的俄国钢琴家布朗夫曼 来演奏贝多芬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让更多喜爱听音乐的民众 重新找回热爱古典音乐的心 你们可以想象现场的音乐 和录音放出来的音乐是完全不同的 就像你听录音唱 和有一个人在现场跟你讲话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当我们一百多个人在台上 创造出来的这种声音和这种效果 那这些小孩脸上的那种表情 我觉得让我们感觉很满足 而且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在这 在台上演出的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让很重要一部分 就是要让下一代的人感受到这些音乐 希望他们也可以能享受音乐 也许也学习音乐 有重量级的音乐家 再搭配上洛杉矶爱乐乐团 透过每一位乐器演奏家 无比的才华 大秀世界数一数二的维也纳之音外 说起这一次的指挥家 艾萨佩卡萨洛宁 同样也是如雷贯耳 因为他可曾经是指挥 马勒第三交响曲而一鸣惊人 也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指挥家之一 借由这一次的双强联手 更鼓励正在学习音乐的年轻人 扎身自己的音乐基础与涵养 有朝一日也能成为表演台上的一员 比如说四五岁学起来 到你今后上完Master's 这都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在这么多年当中 你对他的付出是每一天的 不是可以三天放一下 两天放一下 所以这个是你真的需要非常热爱 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跟学生会讲 你真的是需要自我 而不是父母亲 我觉得真的是自我 你需要非常的热爱 这个视野和这个音乐 你才应该来走 因为我觉得这个付出很大 第二我觉得就是discipline 就是你需要一个严谨的一个人 需要对他的一个严谨的一个付出 那就是每天的练习 鼓励美国华人喜爱古典音乐 就不要错过结合洛杉矶爱乐 民钢琴家布朗夫曼 以及大师级指挥家艾萨佩卡萨洛宁 三强联手所打造出的美丽音符 1月29日晚上8点 在迪士尼音乐厅举办的 贝多芬与马勒钢琴演奏会 愿民查询更多详情 欢迎向洛杉矶爱乐官网 东正新闻英雄文 叶雄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華人访问 白天 冬演奏会 Phil 联手 稳 剁 阙